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时事的朋友应该都注意到 近期在两岸以及台湾周边的有关军事和安全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美国的军舰飞机飞来飞去在周边活动 另外美国对台军售最近也是很热闹相关的内容 其实这个整个相关的议题 过去来很多媒体记者跟我进行一些讨论 那我也跟大家直白的说 就是美国的国内因素是造成近期周边相关的情势越来越热闹 重要的原因 那主要美国的什么因素呢 当然就是选情和疫情 那这两个是有关的 由于疫情 美国已经完全失控 比如说今天最新的统计 他的确诊人数这个达到将近520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6万5000人 哇这是多么惊人的这个数据啊 因此让川普的选情 其实告急要 必须要打这个反中对中抗中的牌 那当然大家就是觉得 其实过去来 包括纪文也感到说非常的纳闷 美国的疫情为什么如此的严峻 而首先爆发疫情的大陆 其实相对来讲控制的比美国好非常非常的多 针对这个议题 纪文今天再度邀请我们这个好朋友 也就是之前曾经分析过 大陆对于疫情的整个管控相当有成 解放军他相关的组织以及运作 也就是施泽渊施大哥 上次对于相关疫情的分析 其实颇硕好评 而且反响很热烈 因此纪文今天再度邀请施大哥 来节目中与大家 在进一步分析 以及针对之前大家所谈到 网友所提出一些意见 我们今天再来分析剖析一下 作为一个回馈 施老师您好 您好 对于这次这个疫情 其实目前大陆的这个处理 我必须说 是这个相当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相对于美国近期 他所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发展 我想之前施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了 大陆在相关的这防疫这个作为上 那解放军其实也参与颇多 那对于他相关的组织以及运作等等 那上次有许多精辟的分析 那许多网友有觉得好像感觉意犹未尽啊 因此纷纷要求说 能不能请施老师在节目中再与大家畅谈这个议题 为大家更精准的解析一下 我想首先对于解放军 他相关的组织和相关的运作 能不能为大家再梳理一下 因为毕竟相关的这个资料越来越多 那整个轮廓和面貌 其实是越来越清晰 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先请施老师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做个分享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澄清或者解答 上次这个网友提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超限战 我想就乔梁大校和后来他升了将军了 乔梁大校写的这个超限战来讲 深化作战是他的一环 但是这一次大陆发生的武汉的疫情 不是超限战 也不是说大陆这个在因为这样的事情 在碎形什么 没有 他这次冲击量只能说是一个深化的防护作为 防护作为 那今天我就想说应了刚才主持人的这个议题 就他的组织架构的部分给大家做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依据他3月2号跟6月7号 3月2号他是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6月7号做了一次国防 这是军方的防疫的一个白皮书 有着国务院带领了所谓的就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军医局的副局长 陈锦元 那个中和计划局 那个赵海飞 他是副局长 他是大校 另外一个就是运输投送的这个副局长 以及这个张天祥 那他这几个人呢 我想就就这张表来给大家做个说明 这位是有他的这个副局长的代表 那他这个中和保障局的实际上来讲 大陆的网络不论是危机解密 或者是各种资料 他都没有写他细部的工作职长 但是我们了解从美军这个相对的单位来讲 他是负责政策指导的 负责政策包括了后勤能量的建立 后勤基数的规划 后勤基地的开设 和后勤这个战略的布局 都是属于这个综合计划局来做 那第二个想给大家报告的就是卫生局 当这是军方的卫生局 这次出席会议的是他的陈景元副局长 他是少将 少将 最后一个就是运输投送的 他是直接协调大陆的空军司令部 来调动运二十 以及EL76 还有所谓的运九型 这些飞机 所以这三个单位组成了整个一个核心 那这个核心跟以往的演习不一样 以往的演习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个 他们建军 建军纪念日的时候 2017年 在这个北部沙场阅兵的时候 他们是都是以军事干部为主 都是以作战部门为主 这次不是 这次完全是以后勤保障部门 那后勤保障部门怎么来运作呢 也就是说他的中央单位成立了一个应对军冠病毒的工作领导小组 那小组长当然就是大陆的领导人 也就是中央军委的主席习近平 那副组长是谁呢 是张又霞 因为张又霞他是上将 他原来是总装备部的部长 他是接替了谁的位置呢 接替了范长龙 那范长龙年龄到了以后离退了 那他补上来 所以他是负责这个部分 由他们两个来指挥掌握 那由中央军委的后勤保障部协调哪里呢 协调他的联指中心 联指中心就是联合作战中心 由他来 那整个过程呢 就是由后勤保障部 这样子来主导 或者是来推动 是是 对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组织和运作很重要 因为毕竟大家看很多有关相关的新闻 那可能更多的是关注 可能解放军动用了什么样的兵力 比如说运20第一次 等于说参加非实战 非传统战争的这种战略运输的任务 那另外整个动员相关的状况 除了飞机这种空运以外 也包括利用这个高铁 利用这种路上运输等等 那进行相关的运输 那展现了很高的效率 特别是像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这样子这个快速的建构 那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但事实上这个表象的这些运作是一回事 事实上里面深层所意涵的 包括你整个组织架构 快速组成 然后分工合作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一个 更值得大家密切关注这个部分 那就施老师您看他所展现的一个 整个这个能量和绩效 您认为这些组织是否都发挥了 他原先设计的一些职能 这样 不错 他其实他在这个封城之前 对 封城我们大家都知道是1月23号 实际上他在1月19号的时候 就有一批医药的这个防护的专家 进入到武汉 换句话说 那一天是1月19号 换句话说 我个人认为在1月19号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一个构思 就有一个架构 当时的军方的架构是什么呢 就是军方前方指挥 前方领导指挥小组 他这个我们简称叫前子组 前方指挥领导小组 前子组 那前子组有点像这个先制作业一样 对 有点像先导作业一样 那他到那个地方去做全班的规划 去了解他的机场怎么调配 车站怎么调配 医院怎么开设 或者是物资怎么投送 应该有这个组线区 去了以后24号第一波的这个1276三架飞机过去了以后 接到是2月2号 2月2号是8架 1276 然后2月13号的时候就是运二使过去 像这个来讲都是这个单位 就是运输投送单位来做来展现的 那实际上来讲 我个人的认知 他应该是由综合计划局 曾经做过全部的沙盘推演 是 所以他后面的飞机的投送 人员的运输 物资的调拨都很顺利 包括甚至于 我们这边叫农民 大陆不是 大陆说叫荣军 荣军医院他都调动了 从江西山西浙江都调了人过去 然后他在这个军改之后 新成立的这个国防动员 这个体系他都参加了 换句说他这次等于说是把军改之后的整个体系 做了一次整合 做了一次石兵上的 实物上的这个验证 可以说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他是按计划在做事情 当然就是整个军改以后 组织借由这次大规模行动 去进行的一次组织动员的验证 我想未来一定会根据他所里面 所展现的各种 包括绩效或者有待改善的缺点 弱点在进行补强 但让季文就去感觉到 就是觉得很印象深刻 就是他能在短时间内 动员这么多的物资 还有相关的人力 还有相关的装备能够到位 那是否代表其实大陆在 平时就有针对这一类一些事件 或者针对这种大规模需要动员这些 不管是这个疫病或者这种天灾 或者这种人为灾害 他都有一些战略储备 也是导致他在短时间能集结这些派上用场的 没有错 因为刚刚在给季文的回报的时候 说明他军方的小组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这个政府部门 他是有一个什么 中央应对新冠病毒的领导小组 这个是有国务院总理跟这个王沪林来成 然后到武汉地区 在武汉地区他有一个指挥小组 我们这样说中央是领导小组 那地方是指挥指导小组 也就是在武汉地区 这一个是党政的从上到下连成一体的 那其实军方 他当初军方在参与调动部队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国务院是不能指挥国防部 不能指挥军队的 上次在这个汶川大地震 温家宝就已经这个发生过这个困扰 所以这一次的他们有了经验 在他成立了军方的一个这个领导小组 那这个小组之前就有一个军方前进领导指挥小组 也就是所谓的前置组 所以这个前置组的运作让他们后面会很顺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从汶川到玉树 好几次的地震 哪怕是这个取水 就是甘肃省的那个震灾 还有他每年长江的这个红 一波波的红 他都会有一个体制 有个国防动员的体制 那他这个体制是军地动员的 所以他平常就有演练 那么只是说这一次的疫情不同 那么投送的药材不同 装备不同而已 是这样子 对特别是除了这个疫情 其实整个硬处目前还在进行中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告一段落 或已经这个完全胜利 特别是国际间这种第二波的疫情 在很多国家就已经爆发 还有就是除了疫情以外 那近期长江的这种洪水 这种汛起来 那我们也看到大陆方面也是动员很多人力物力 进行相关的管控 可以说2020年这庚子年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 对于不只是大陆 我想对于美国 对于欧美 对于很多国家 其实都是一支大考 但我必须讲 大陆在这个防疫这个部分 尤其是对照现今的美国 他所展现的效果或绩效 我们这个直接以结果来论好了 确诊人数死亡人数 这个是完全不是 相对这个反差太大 那证明事实上 他这样的体制 对于应处这样的一个 包括疫病或者地震 或者一些自然灾害 事实上他的效能是很高的 也因此 他这样的一个架构 似乎不是欧美现有这个其他体制 那可以这个 现有这个政府体制 可以达到的一个运作的效果 是不是他的组织 就是其实攸关他的整个防疫成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没有错 这个以往 在这个成平时期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小政府 对 那个企业能够更多的 这个自主性 来创造很好的经济 可是碰到这种重大的灾难 或者天灾 或者地震 或者台风 不可预测的时候 就希望有一个强而有力 能干的 精明的 有体系 有这个动员能力的一个政府 能够来承担这些问题 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下面一张来看一看 好 下面这张就是他的后勤 后勤体系的 对 你看他这个军改之后 他后勤体系里面的综合计划 军需能源 这个军事设施 资源供应 还有卫生财物采购局等等 这些 这些体系啊 其实美国也有 但是 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很好 而美国做得不好呢 在于决策 是 决策 因为是美国的决策部分 CDC的 那个 建议的意见 川普都不听 而 中国大陆 他这是发生疫情 当开始发生疫情的时候 他们反应上是稍微慢了一点 为什么 疫情不明 跟一般的这个感冒流感都差不多 所以一下子 判断上可能有点闪失 但是后面 等到这个中南山判定会人传人之后 他马上进入了 他就提升了警戒 然后提升了作为 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 所以他就调动了 从后勤保障部 从中央军委的联勤保障部队 这些单位里面抽离出来 抽离了他的人员 物资跟装备 来到达这个疫区 广泛的展开实施 也就是说 他的组织架构 是很细腻的 然后呢 他在军改之后 尤其是这个中央军委的 联勤保障部队 这是他在2016年 成立了以后 2017年 又开始把它提升 然后具备了 副军长的这个阶层 副军区的这个阶层 那他下面所有的 保障的基地单位 跟医疗单位 他都能有效的运用跟掌握 举个例子说 他这次 他的白皮书上讲 他这次参加投送的医生 就有4000多个 是在他整个医疗体系的 9.4 和不到9.5的医生 才去动员到武汉 换句话说 他其他地区 他都还在维稳 反过来看美国 不只是刚开始的 呼吸器不够 医疗船不够 口罩不够 防护衣不够 各种的设施啊 都来不及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这个 3M的口罩 这个美国他做得很好 可是呢 他自己不生产 或他生产很少 大部分都已经委外 所以他连口罩的印记都不够 以至于啊 他再加上不用口罩 不戴口罩 这个传播的快速啊 就来不及了 对 就来不及了 是特别我们讲到 这个口罩这个事情啊 当然有一阵子 口罩难求啊 特别这个包括台湾 包括这个韩国 很多国家 就是初期都造成这个抢购口罩的这个热潮 大家花很多时间排队 当然这物资的管控 其实就造成这个口罩缺货 那当然还有生产 在这个部分哦 大陆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国 那自然就是在这个部分度过短期这种短缺的状况以后 事实上获得很大的舒缓哦 事实上不只是口罩 呃 包括呼吸器防护力 也是呈现这样的状况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认为欧美疫情 那之所以这个失控 包括欧洲初期这种这个很混乱 每天死亡人数超过千人这样 我认为戴口罩这个习惯哦 那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很多美国人 他是这个不是很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戴口罩 这自我保护 哎 或许这种这个政府的宣导观念的改变 哎 等等 呃 特别是像欧美社会强调是个人自由主义 个人的思考 那也是造成疫情其实严重 那更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们今天话其实回到说 我们这个讨论解放军 他在相关组织这个应处哦 我还这个想到刚才施老师有谈到 他这个后勤这个部分 比如说主要的城市 比如说武汉还有沈阳 他都有一些后勤基地 那这方面的调配 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很有效 尤其是大陆像这个相关的网站 对于疫情的整个应处 他有一些特别报道 我们看到很多图片啊 就是这些这些防疫的这个装备设备 如何进行有效的调控等等 那在很多相关的资料里面都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似乎他的运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 没有错 等到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个详细的说明 那在广告之前我想简单的讲一下 最主要他是把政策跟实务的部分 分确定的很清楚 就政策部分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实务的部分 就是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 这两个阶层 是划分的很清楚 一个是管实务 一个是管政策 一个是这个库房的上的油啊 这个器材啊 设施啊 装备他都有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稍后再回来谈我们的主题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启文 我们节目同时在YouTube 98新闻台上有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 刚才施老师有谈到了 像这个解放军相关的组织 如何去支援运作 事实上我们刚才私下有聊一下 相对于美国 目前防疫整个可以说失控 疫情失控 那大家其实有感觉到 美国的决策高层是不同调的 尤其是CDC疾病 美国疾病管理一些专业的意见 那经常被白宫 特别是川普本人所否决 特别我们看这个佛奇 那在美国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提出一些看法 其实被白宫高层 其实这个经常被打脸 那当然事实上后来的反应也非常清楚了 就不尊重专业的结果 他的后果其实是很大的灾难 对于这一点 施老师您是怎么看 相对于这一点 那个大陆方面 他又是呈现出这样的结果 您能不能为大家梳理一下 好 谢谢 首先从他的组织架构来讲 他在这次做军改的时候 把这个单位 中央军事医疗 医学研究院提升到 中央军事科学研究院 这位阶 这个位阶就相对的提高 他的预算 他的权限就相对的 就比较增加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他的重要性 本来从后勤体系里头 直接到了中央军事科学院 他属于院里面的一级单位 那他下面的机构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有很多的这个附属的机构来从事的 包含到药物的 生化的 或者卫生的防护的 以及他重要的这个医院 那其中像这一次来讲 他的那个一个陈威少将 他是强威的威 不是威武的威 他是个女性的少将 他是博士 他参加过这个SARS的 也参加过伊波拉的 也参加过这个汶川的 好几次的重大的这个疫情 跟抗灾的 他在1月26号就到了武汉 其他的人 像钟南山他们 有些人在19号就去了 他可能耽误了几天 但是他26号就去 去了以后他跟了前职所的人 到处去看 到处去了解情况 而且这个媒体上也报道 他自己也接受了 接种了某些疫苗来做测试 这点就很不容易 因为这个药品的可靠度 大家还不能很保证的时候 他以他自己来做实验 这点是有点出乎一般人的预料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就是他的决策部分来讲 像第一提示去的时候 1月24号 他只去了450个专业人员 2月2号去了900个 900多个 然后习近平在2月13号 也就是运20第一次投入的时候 他又只是再增加2600 一次是1200 一次是1400 换句话 他这样用飞机投送的就有4000人 是 那像这个部队的调动 我想当过兵的都知道 你没有长官的批准 没有这个部级上的批准 是不可能随便调动的 那他能够有4000个医生 这个专业人员调过去 不含那些杂七杂八的 那个行政资源的人 那些都是上万了 就光专业的人就4000多个 像这样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当然是要透过决策部分 也就是领导阶层 也就是中央军委 那他来调动 其次的 讲他收治的病人 他收治的病人 大概有4500多个 治好的有一千多个 换句话说 还有2000多个 可能就是病情太重了 或者发现的碗 头要头的碗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是没办法 但是整个来讲 他的医疗是整个动员起来的 包括他上次我给大家报告过的 他的军医院整病了之后 从军院调 很好的人去 也调了一些 刚刚从军事院校 医学院毕业的人 去培养他的经验 等于说延续他的总能 让他这个功能能够传帮带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他医疗 他的器材的部分 资料上看他那个白皮说 只说只去了两步负压 我想医院里面都会有负压设施 那这会资源他两套负压的 我在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我个人的判断 可能就是野战医院的开设 野战医院他是打带走的 用车子轮行车辆打带走 可以跟到铁路运输 装铁皮 或者是自己开车走高中路过去的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在想他可能是用负压的 这个病房来做个实验 因为主要的设施在基地医院 在战区的 每个战区他都有医院 在医院里面 这两套呢 我想他可能是做实验用的 虽然他没有这么说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除此之外 他的口罩征集了40万 然后防护衣是有8000套 然后面罩也是有500多副 这些装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 就调过去的 也就是表示他有战备存量 大致上是这样子 对 当然这是大陆军方相关的动员和运作 事实上我们再回顾过去一段时间 整个疫情的发展 其实在大陆方面其实也偶有反弹 对 特别是之前包括他东北边境地区 乃至于说这个北京也小规模的反弹 那其实我们就结果来看 因为之前已经有经验了 包括如何投药 如何进行这个 这个病患的这个分类 然后救治有效的进行这个应处 事实上那像近期香港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疫情大概一个多礼拜前 也是就回升 然后好几天连续这个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 大陆方面也派出了内地的医疗小组 专家组进行协助 也就是从最初的不太了解 在逐渐摸索 在累积经验 然后获得有效的应处和对症下药 其实整个大陆这个医疗体系 这是防疫 其实目前为止 我们认为是他的成绩其实是很亮眼的 因此面对大家普遍担忧的年底 特别是这个10月11月以后 大家担心这个疫情第二次爆发 事实上大陆方面也是严正以待 因此刚才施大哥施老师解释的 这些相关的组织相关的运作等等 我认为届时还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现在各国都在与时间赛跑 尤其是大家都争相要这个在 这个疫苗的研发上能够拔得头筹 在这方面我们就目前所看到 包括世卫组织还有就是各国政府 临心透纵的一些讯息 好像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其实还是挺让人乐观的 就是这个疫情 未来是否能随着这个疫苗 有效的这个出现 有效的这个能够压制这个病毒 那似乎对于未来还是挺乐观 但是它还是一个过渡期 在这个过渡期里面相关的整个各国的防疫 事实上还是不得松懈 看美国这个例子 事实上大家令人摇头 对那对于说截至目前为止 就是整个大陆的特别是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应处 那我想斯大哥能不能稍微再总结一下 截至目前为止 它整体的成效 或者您觉得可能呈现出一些什么问题 能不能为大家再稍微这个挖掘一下 这个上个礼拜我看到他们这个电视台的报道 他大概现在有四种疫苗同时在进行 可能快的话 他大概年底就会 就可以这个做 他现在已经有的在做广泛的三万人次的这样的实验 他有一部分把疫苗送到巴西 因为巴西的疫情很严重 他们也支援他 那就两岸来讲 我在想从两三个面向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疫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天保 做出来这个量 这个远距量体温的这个遥控的方式 他也可以透过这个大数据的方式做累积的 可以不接触的 这个天保的测量体温的 报上杂志 我们台湾这个旺报 中国时报联合报都有报道 连那个工商时报都有报道 就是透过的物流中心 这个销售到温州 上海还有南京 有没有到武汉 我还不清楚 但是我看到资料上报道 所以到了温州 而且当地都用的不错 就是远距离来测量体温 来增加医疗人员 不要近距离受到感染 这是一个 这是两岸在合作方面 是民间的做的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上个月吧 7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工商时报报道一份 就是以前台商在广州有设厂 后来他又转投资到美国去设厂的一个共性 共同的共 性意的性 共性医药科技公司 共性医药科技公司 它发展出所谓这个PTS 302型的中央型的废气管阻塞的一个药剂 它这个药剂发展 当然它也不是现在才突然发展 它是经过长时间发展 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 大概在这一季或者下一季 他们要请大陆做检验 做验证 大陆的对口单位就是钟南山 钟南山刚好跟共性的董事长 他们在30年前在广州也认识 据说这个系统如果能够开发出来 对两岸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对两岸的疫情的控制或者医疗 都有正面的意义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两岸问题 隔了一个海 对不对 台湾也不可能跑得更远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两岸其实应该是共同的有个信念 就是怎么样呢 共同维护到疫情的控制 在资讯的交流 疫情的交流 或者说就是各项的这个病患的防治 这些方面 它都可以增加一些互动跟合作 这样有利于两岸的稳定 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对特别是这个自疫情爆发以来 我觉得两岸在民间 其实可能是受到政治问题的干扰 这民间产生不少误解 对此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一下相关的议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世纪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正气文 我们同时在YouTube酒吧新闻台上有直播 欢迎各位网友收看我们的直播 刚才我们就是看了一下网友的这个回应 当然就是我就说这个之间 两岸之间自疫情爆发以来 这个确实在这个民间之间有一些误解 我们看网友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就是说包括疫苗口罩这些 其实我觉得两岸就是都是同属中华民主 其实没有这些抛开这些政治议题 其实大家在很多部分还是可以合作 特别是这个病毒这种疫病 它是不分国界不分这个政治立场 那它对于整个全世界的人类 这伤害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两岸在这个部分 能够更务实一点 那进行一些合作 特别是处理这种世界疫病 这个部分能够这个插出这个合作的火花 盖世大哥有谈到 两岸事实上在这个部分 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合作的 那在这个部分能不能带 为大家这个进一步再说明一下 其实其实两岸啊 从早期的这个军事上的对峙 到了这个1958年的时候 也就所谓金门的823的炮战 然后再开始到单打双不打 延续了将近快20年 然后才走到现在 那你看现在金门的小金马 的小三通 金门的这个从大陆供水 那个物资的提供 都慢慢可以化解双方 很多昔日的仇恨 这个和平呢得来不利 对 这些和平的事情 是大家要互相 要在化意这个求同 这种情况之下 找出大家的共同最有利的地方 至于说这个疫情 像这次的疫情 我们台商很多的台商 在大陆设厂做不支部的 这做不支部的 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防护衣业也好 或者是这个口罩也好 这些对两岸来讲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部支部的生产 我们的产能是不够的 都是从还是要靠 我们台商在大陆设厂的 这个物资的物流的提供 像诸如此类的 像这个N95的口罩 也是一样 诸如此类事情 都是需要大家相 就是相互有个 共同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这个病毒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季节 部分这个高或者低 人的高贵 或者是一般的平民 也部分大江南北 它是四处流窜的 所以大家应该是 针对疫情为 第一个优先的考量 在这种考量之下的 大家能够找出 最好能够合作的模式 来化解 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误解 或者是这个纠纷 对 其实针对这一点 基本上有一点感慨 就是近期 不只是疫情爆发以来 特别是近期 美中台三边的关系 这互动真的很微妙 尤其是最近 大概一两个月 其实台海周边 好像就是 这个紧张局势 急速升高 特别我们刚才在节目 一开始有谈到 就是美国的这个机舰 军机 军舰 在台海周边 是活动非常的异常 而且过去几天 我们非常忧虑的就是 这个美军的侦察机 对大陆的抵径侦察 可以说是手法越来越激烈 让大家想到这种 他对于大陆这种极限施压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谈到 这就是有美国国内的因素 特别是川普为了 这个挽回他的选情 让这个选情能够做一些翻转 因此在对中政策 和一些作为上来讲 他采取一个 比较激进的一些做法 因此就斯大哥应该发现 我们这几天看新闻 好像美国出台的一些政策 或作为 几乎每天都和中国有关 中国因素成了美国近期施政 那这个最亮眼的部分 这个部分有包括这个经济的 有包括这个科技的 有包括军事的 也有包括一些地缘 外交政策方面的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但总体来讲 美国他的这个 这个川普的选情之所以那么糟糕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 这个防疫 其实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防疫 目前看来已经完全失败 造成他的选情低迷 那这是互回因果关系 但总体来讲 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大陆他在军事这个部门 有关防疫相关的组织 以及运作 那事实上从结果 目前的结果来看 他还是比较有效的 那像这样的组织 就是师大哥今天为我们这个非常精辟的解析了 那解析放军相关的这个 平占结合的 我们可以说是防疫或应处的这个组织 这个相关的这个架构等等 那师大哥 对于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产生的目前的效果 您给予一个中肯的这个评价 能不能再为大家进一步这个介绍一下 好 我想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 我针对大陆这一次的这个参与 或者是执行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军方的各种作为 归纳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组织体系 从军改之后 也就是2016年的1月31号开始做军改 接着在2017年的4月18号 五大战区的成立 同时在2016年的9月13号 中央军委后勤 联勤保障部的组建 从这一系列的下来 这五六年下来 他的这个军事体系的结构 等于说翻了个个 然后呢 而且是结合了他国内的这个产业跟产职 他的武器装备也好 他的这个设施也好 他的计划作为也好 他都是以西方国家 先进国家做这个标杆 他是用这种方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这次应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效果呢 也就是他平时就常常有演练 平时他演习就多 而且他有做准备 那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着一个使命感来做 不是在那边糊弄 不是在那边忽悠 他是当着一件事来做 所以他后面很能够具体有效 最后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感想 就是就这个事情来讲 我们不能说 没有事了 就把它放到一边 等他有事的时候再来就来不及 所以应该要实时的保持 这个更新 实时的保持 这个必要的组织再造也好 或者必要的这个产能的提升 或者储备也好 都应该有一个 着眼于未来 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 施老师这样解释 其实让大家回想到 过去几年 其实中国大陆面临的客观的一个环境 特别是地球暖化 各种天灾很多 一下这个有洪水 一下有旱灾 再加上地震 以及这个各种这个自然灾害 再加上这次这个防疫 相关的防疫大作战等等 等于不断的有一些大考小考 各种考验 对对对 迫使 那这个整个这个大陆 在整个政府 包括地方政府 以及他整个军事组织 那必须要做相关的应处调整 来因应这些巨大的挑战 对 我讲的是平战结合 对对平战结合 更别说过去以来 像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大国博弈 美国各方面的敲打 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整个全 这个整体发展来讲 也是 等于说不断的在敲打之下 他必须在各方面 那并行进行精进 也因此我们就是看近期 像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感觉这个非常不好 波折很多 但事实上就像过去以来 美国在军事科技上对大陆很多封锁 很多包括武器禁运 科技禁运 现在又这个涉及到产业 以及未来新科技的这个制裁禁运等等 这无疑是这个 这个过去一些这个同样手法或者这个复制 进行不断的敲打 因此 我认为大陆可能还是会展现他的韧性 在诸多这个层面 那应付美国这个大考 因为他的体制 从过去以来 应付这些相关挑战已经证明 他确实在整个调整和应处上 那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我是郑继文 也谢谢斯大哥斯老师 在节目中给大家畅谈这个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